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秉吉自长青鲁国人 汉武时期任廷未见 至巫谷冤案以身护楚 待皇储登基 秉吉依旧尽忠尽职 绝口不到前恩 来人 来人呐 卫卿 卫卿 护驾 来人 护驾 在 有人要害朕 有人要害朕 陛下 臣已查明 皇宫之中 确有妖骨之气 如果不加铲除 陛下的身体 就不能安康 用巫谷之术 害朕 可见用心之毒辣 想冲 交给你去办吧 臣遵旨 至此 巫谷之祸乱长安 太子刘聚 与诸多官员 蒙受牵连 涉案人员 达数万之众 时任周从事的秉吉 调回长安 任廷尉又见 召致乌骨郡抵御 来人 禀大人 您有事 这些囚犯还未审理 怎么已经结案了 这 你这是要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枉法 别磨磨蹭蹭的 你要带他们去哪儿 跟你说了别多问 到了 大人 你跟我来 大人 咱们 咱们现在得明哲保身 您看这情势 太子起兵 击杀将冲 现在负罪潜逃 生死未卜 皇上身边还有苏文在 这些案子可都是皇上 这诏狱里面 任何一人 任何一案 都必须审理完毕 才能定案论罪 哪有未经审理 就私自定案的道理 枉法何在 您犯不着非得跟上面对着干哪 一派胡言 本官坚守正义公理 维护国家政法 此乃皇命所在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把犯人都送回牢房 候审 是 给老人添一条被褥 这 是 大人 马上就去办 这是 吴宝 你就跟着瞎起哄吧 这孩子是 回大人 孩子是太子的亲孙儿 受了牵连 为何一直啼哭 是否染病 孩子又冷又饿 大人 求您看在皇家血脉的份上 救救这个孩子吧 你快起来 五尊 你这就去找一间朝阳干燥的牢房 先让孩子住进去 大人 我 我这就去 禀大人 禀大人 廷尉来了 知道了 请他进来 不用请 廷尉 禀吉 你这个廷尉又见 看来不服管哪 大人何处此言 那好 你就把那一批囚犯 全都给我送来 大人 禀吉身负皇命 严查此案 段不敢 以权谋私 你的意思是 本官谋了私利 下官不敢 只是 我朝律法 没有还未断案 就先行处决的先例 这是皇上预批的大案 正因如此 下官更不敢有负皇命 必当尽心竭力 维护国家政法 若无皇上手谕 下官不敢私作主张 大人 告辞 禀大人 您还有什么吩咐 五尊管辖的监区 有一个叫胡祖的女囚 卷宗上写她缠子不久 让五尊去看看她 能不能喂养孩子 是 还有 给孩子换监事了吗 五尊 没有呢 他 有话直说 他说不愿去趟这趟浑水 叫他过来 五尊他换班回家去了 等明天吧 你随我去趟监事 是 大人 这间牢房是最干燥的 每天太阳照的时间最长 你带着孩子救助这一间 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 谢谢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莫痴难忘 大人您看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孩子啊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能伤害到你 大人 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合不合适 我来定夺 可要是上面怪罪下来 有我在 你怕什么 再者说 胡祖就快醒完 就算让他养孩子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难道看着一个孩子挨饿 就是长久之计 我知道 你不愿蹚这滩浑水 大人 我 我这是为了大家伙着想啊 你这是为自己着想 连一点同情心正义感都没有的人 我也不指望你能做成什么事 你收拾收拾东西 走吧 大人 别说了 走吧 都安排妥当了 是 辛苦你了 五尊看管的牢房 就算由你来负责 是 大人 把这儿给我收好了 是 外面怎么那么吵 我去看看 你安心抚养这个孩子 每个月我都会从自己的俸禄中 拿出二十袋粮食 作为你的酬劳 谢谢大人 禀大人 不好了 廷尉 带人来了 不能放走一个囚犯 待会儿全都给我押出去 廷尉大人 您这是 禀极 太子畏罪自尽的事 你知道了吗 什么 太子自尽 牵连之人 皆英伏法 我是来带人的 有诏书吗 此等小事 哪里用得着诏书 走 大人 您这是私闯诏狱 重罪 我这是为皇上办事 那好 等我上奏陛下 自有定论 禀极 太子谋逆之罪 已然盖棺定论 你再这样顽固不化 可知后果 本官依法审案 维护国际朝纲 不曾想任何后果 女囚是谁 你该不会是让女囚 来照顾婴孩吧 正是 诏狱的规矩 我看你是忘了 文虎职守的罪名可不小 是的 我这就起草揍书 禀名皇上 本官独职 理应受罚 可是廷尉大人 挟持重兵 私闯诏狱 这也是重罪 你这是要鱼死网破 本官只是维护正法 这个女囚归谁看管 文虎职守 谁负责女囚监视 来人 把负责的狱卒给我拉出来 是 给我带过去 且慢 廷尉大人 诏狱之内 你并没有管辖之权 一个狱卒而已 不管是狱卒 还是皇亲国戚 只要犯法 当与庶民同罪 只是 必须由赵狱审判定罪 才能交由廷尉执行 这是我大汉律法 廷尉应当谨记在心 哼 廷尉大人 切记一条 不要让我再发现你玩忽职守 这个女囚 应当同南囚分开 不然 你的独职罪名 我一定会承报陛下 走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五谷一案 射众深广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我作为廷尉 被幼剑则当秉公办案 不会冤枉一个无辜者 胡祖怀中的婴儿 本是太子亲孙 皇家血脉 这个足月大的孩子 在这件案子中 肯定是无辜的 可现在有人想要斩草出根 心肠何其狠毒 不管你们是狱卒还是囚犯 都在这郡府狱中 我的一举一动 你们都清楚明了 今天我就开门见山 我决定保护孩子 如若有罪我一人承担 如果有人害怕受到牵连 可以不闻不问 但是有一点 你们不能丧尽天良 告密揭发 我们保护的是一个孩子的命啊 禀大人我们支持您 可是廷尉咬着不放 咱们也不方便照顾孩子啊 谁有办法 大人 在南监室和女监室之间 有一间牢房 可以在那里照顾孩子 如果有什么变故还能应对 好 现在需要一名狱卒配合 大人 感谢您刚才出手相助 之前是我不对 我愿意承担起康护孩子 和胡祖的职责 好 好 就交给你了 谢大人 禀大人 您这是招了风寒 没事 上面下令 清理牢房人数 要求尽快结案 禀大人 连续两夜没有休息 书写奏书 上报案情 禀大人 您得注意身体啊 我知道 禀大人吉人天相 好人自由好报 孩子睡了 这孩子吃饱了就睡觉 不哭不闹 特别懂事 辛苦你了 行 不哭不去 万人之游 不哭不许可 不哭不去 你不哭不去 大人 您大人大义之举 我们都心存感念 为了这个孩子 你已经做了太多了 我怎么还好一丝 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 我愿意留下 照顾这个孩子 等他长大一些 我再出去 好 以后你也不用住在监视 雨厅后面就有一间寝房 留给你和孩子住 大人 那是您的房间啊 我搬出去住 无碍 我替这个孩子谢谢您了 你 站住 廷尉大人 本官听说 郡府御积押刑满人员 快带我去找胡祖 好好好 廷尔大人 胡祖应该在他的牢房里 我给您带路 我给您带路 我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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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十五岁 找不到 乃尔大人 看看 到哪里 那瓜子 就是 你带路 走 我 攀 你 握 他 我 我 你 你 我知道 我 刚才还在牢网呢 不知道现在 丁卫大人 您又有何贵干 在这儿 胡祖在这儿呢 本官收到密报 说郡府狱 积压刑满人员 就是他 胡祖刑满 即将释放 何来积压一说 好 那本官就看着他出去 你收拾收拾 回家吧 大人 走吧 还有 这里面我管不了 可外面我还能管 为了防止闲杂人等 进入郡府域 本官调用官兵在外严守 出去了的 就不要再进来 站住 我是郡府狱狱 他呢 狱中有人生病 这是醒来的郎中 没有廷尉许可 不能放进一个闲杂人等 你们 来 喝一口 来 喝一口 大人 他们不放郎中进来 好大的胆子 说是巫蛊一案未清 现在要严防死守 先杂人等 一个都不能放进来 那咱们出去 孩子啊 如果能忍住 你先别哭 叔叔带你去萧郎中 你的病就会好的 下车 下车 检查 大男 廷尉又见的马车 是你们能检查的吗 我等奉命 不得放进一个闲杂人等 更不能放出去一个囚犯 哪里来的囚犯 车里是廷尉又见 少废话 检查 胡闹 大人 他们 我都听见了 各位军事 你们是真想检查 本官的马车吗 廷尉有令 是也不是 我们也是有令在身 你们如若非要检查 那就查个清楚明白 可我有言在先 如果你们查不出个所以然 休怪本官无情 提醒各位 冒犯朝廷命官可是重罪 轻则发配重责 看来各位还是明理之人 那本官就不用多说了 敬请自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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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辛苦大家守卫郡府玉 不辛苦 应该的 大人您慢点 婴儿病育以后 秉急为他取名病矣 西汉 西汉五帝 争合三年 太子案平反 涉嫌囚犯的死罪皆被赦免 并急保住了 并急保住了婴儿的性命 人家的病人 墨的病人 大人家被赦兴 未经许刑 当口 遂有 岸子 不太有一天 我们不太遥 冒犯的事 我们不太遥 他知道好 有预浪的事 有预浪的事 不太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